Born to Die 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對比一下 即將上線的練由Born to Die跟Call of Duty 來看一看這款遊戲是否值得玩 首先Born to Die是第三角色 然後Call of Duty它是第一角色 Born to Die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元宇宙世界 所以說地圖非常大 你可以隨意的暢爽的玩 然後我們的Call of Duty它是一個小地圖 基本上你就在地圖上面奔跑 當然我們的Born to Die還有各式各樣的汽車 因為它是元宇宙 它可以在後期再添加 然後每一樣東西都是NFT 然後我們傳統的Call of Duty 基本上你護個碟片前 裡面的所有東西都不屬於你 然後區塊鏈這一點還是佔優勢的 再加一分它倆的設計方法 各有千出就各加一分 都非常的棒 Born to Die它是開放式的地圖 更接近現實 你可以盡情的發展你的戰爭策略 逃跑躲避攻擊隨你發揮 這一點Born to Die再加一分 傳統遊戲它必須更新換代才可以賺到錢 因為它只賺一次錢 後面的話都必須得更新換代才可以賺錢 然後區塊鏈的遊戲它賺錢的方式跟模式 大家都懂不是因為遊戲賺錢 而且是裡面的買賣賺錢 所以說它可以花更多的時間到把這個遊戲做得更完善 所以說這一點還是Born to Die再加一分 遊戲以後有PVE PVP 甚至後面還會添加50到100人的吃雞 我的天吶 這麼神奇嗎 逃生遊戲 以後也有免費玩但是你賺不了幣 所以說需要NNT才可以賺它的遊戲幣 這個遊戲邊玩邊賺的方法是不一樣的 像別的遊戲你是在裡面玩去殺人去賺錢 這個遊戲是你花時間去賺錢 就是說你玩的越久賺的越多 這點還是非常非常好了 第一次看見這種經濟模式 當然這也得防禦科學家看項目方怎麼弄呢 好這個遊戲以後手機上面電腦上面都能玩 有可能它以後還會做主機遊戲 當然以後這個遊戲的話它是多練的 以太練馬蹄練安必練等等都會有 然後白皮書裡面也寫它以後將會採用技能速的方法去發展角色 你所選的路線不同的話 你玩法與挑戰就都不一樣 這個遊戲甚至以後會發展成為建造自己的軍隊來統治元與肉 挺搞笑的 但是這個要等到遊戲出來以後我才知道 遊戲裡面以後會有英雄 大概100個不一樣的英雄 槍支彈藥這些所有的都是NFT 盔甲還有車輛還有升級NFT所需要的元素 寶石金屬甚至皮膚 遊戲元宇宙裡面將會有健身房來增加你的角色的力量 休息廳和餐廳來增加你英雄的血量 研究室來研究各種武器裝備的升級 還有車輛車庫這些都是拿來做一些維修車輛啊 升級車輛用的 東西還挺多 當然遊戲以後還會搞一些紀錄賽啊 比賽啊之類的吧 贏取更多的更高的獎勵 你們知道紀錄賽最高獎勵可以得到多少嗎 100萬美金 沒有聽說 100萬美金 這項目方 預估這款遊戲會爆火啊 獎勵還是拿的挺多的 很捨得給啊 當然錢也不是白來了 以後在裡面的話看直播還可以下注 直播也有一點點門票嘛 需要用他的紙幣進入 然後你下注的話就是要花紙幣了對吧 你誰下注對了誰就贏了 然後這獎勵就歸哪一方 所以說他這個錢的話說是加100萬 但是也要看以後還的人有多少 看是挺用人的 但是我們還是期待他上線以後能做出什麼樣子 然後最後我們就講一講他的代幣的消耗 他代幣消耗基本上比如說你參加過戰鬥 你連球受傷的這些所有的都是需要代幣去恢復的 比如說買食物啊 提高體能啊 更新裝備這些都是需要代幣的 所以說這裡面消耗的話應該還是挺多的 但是消耗跟盈利的對比的話應該是調的挺好的 所以說這個也都要等遊戲上線以後才可以親身體會 到下一期的時候什麼時候他們給我內測的時候 然後我們進去玩 玩完以後我們再來談一談這款遊戲的體驗如何對吧 這一期的視頻呢我們就講到這邊 基本上的遊戲大概的過濾了一下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吧 大概是差不多半個月一個月吧之內 這個遊戲應該內測就被發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大家展示一下 我們現在遊戲是講完了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他的團隊啊 他這個團隊基本上是美國的 就是在好萊塢工作過的 也有很多像區塊鏈啊做遊戲啊那些的經驗嘛 大家也可以看見基本上這個 看上去都是像不是歐洲的人呢 就是印度那一邊的嘛 就是他們的像印度那些人 他們的那個IT技術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然後大家可以看見他這個遊戲其實是已經做了兩年了 他這兩年了像我們之前展示的那些視頻啊 其實他都已經是真實的遊戲視頻了 然後這些的話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背就是環境都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像素也是挺高的 對啊他地圖做的很大他時間花了很久嘛 最近才把它放出來 就是說他基本上遊戲都做的差不多了 然後才弄出來 最後才做IDO 所以說這種項目呢 基本上他是前期是不缺錢的 然後這邊也可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NFT 就是有好幾種嘛 以後還會有刀的NFT也是挺不錯的啊 各種各樣的NFT 汽車像這種跑車 特斯拉阿里安的東西 然後他以後大概是兩種 一種是Born 然後一種是帶 一個是主幣一個是紫幣 然後在他裡面自己 就是說他遊戲裡面他可以在遊戲內去調換這些幣來交易 還有他們自己的三層啊各種各樣的 就是做一個比較完善的嘛 像這上面有些路線圖的話 有的有些是就是不對啊 因為這種東西他們也沒辦法預判嘛 對吧 然後我們看一下目前的話 我們是在8月9月份嘛 在這個地方對吧 這個地方他們這邊是寫是遊戲都出來的 還有那個叫什麼比賽之類的嘛 但是目前的話是還沒有 所以說他現在的話應該是要推遲到 就是說他大概下個月9月份 就是這個季度的話 內測遊戲會出來 然後到10月份以後 10月份到年底的話 他可能公測 公測就要出來了 然後到明年的話 基本上正式遊戲就上線 然後基本上其實這個的話也還算好 他們預估的時間也是明年嘛 對吧 明年就是說推遲的一點點也算可以吧 然後我們今天這一點講完以後 還有一點啊 還有一點事情要給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你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 欸想參加這個團隊的話 欸他們也還也有大死任務 對啊大死就好像我做這個視頻 其實也是大死任務之一吧 然後我們來看一看 好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 他這個的話 申請一定要是在discord啊 discord驗證完以後 你去他的主房間嘛 你去他的主房間去找這個紅色的字 然後A他 A他說我要做大死或者什麼 然後他會告訴你去填個表格 表格你如果通過的話 你就是大死成員之一了 就可以開始做宣傳了 但是這個東西還是需要一點運氣的 不是說他一定能回答你過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大死的獎勵啊 目前的話我們只一共現在大死只有50名啊 50名以後他還會開多少這個就要看進度了 然後這邊我來給大家講一下 一共他是獎勵大死每一個月 都獎勵25000價值的他的幣叫做BOM 這個幣的話25000價值他是寫是這樣寫 但是這個也要看幣的價值上限以後 然後他花幣花給你的時候會值多少錢 然後每個月示範多少給你 然後他這個幣的話 基本上是每一個月底 月底結算 然後1000分呢等於大概100塊錢的價值的幣 10分他就等於1塊錢 所以說這裡面分數還是挺多的 然後大家也可以看見你分數越多呢獎勵就越多 大概2000分的時候你就比1000分多了50塊錢 對啊所以說這個就是說你付出越多獎勵越多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見他的分數的比例 當你跟蹤就是關注他所有的自媒體頻道的話 就是說他官方的自媒體帳戶的話 你可以一共得到70分就是70塊錢嘛 然後你在discord裡面呢把你的頭像啊什麼東西 推特頭像改掉呢 基本上可以得到100分就是10塊錢 然後你邀請每一個人到discord或者電報 大概你可以得到20分每一個 對啊 然後還有其他的東西啊就是分數大家都可以看見 你如果在discord升級到30級你的分數就得到500分 這邊就直接50塊錢了對吧 你如果做視頻的話就是100到250分大家都可以看見 就說你做什麼呢都是比例多的啊 就是說分數都在這邊嘛就是看你做哪樣東西 如果全部都做過去的話你分數就挺多的 就是看你要有沒有做 好吧今天的視頻我們也就講到這邊嘛 基本上這個視頻已經講的挺長的了 那我們就這樣收尾 如果大家對這個項目有興趣的話 可以一起探討一下到discord去聊聊天也挺不錯的 好吧我們就這樣我們下期節目再見